注意看,随着一阵急速的警报声传来,几十名机组成员从值班室中蜂蜂而出,随后快速奔向停机位。 这里是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拜尔空军基地,摄影师超近距离拍摄了一段视频。 通过此视频,我们将五马高清看到,美国国宝级轰炸机,清朝出动紧急升空的全部过程。 只见机组成员来到战机下方后,一边迅速登机,一边为紧急起飞做准备,他们分工明确争分夺秒。 首先由驾驶员率先进入驾驶舱中,准备启动发动机,其他机组成员则开始检查飞机,并摘掉传感器上的防护套。 随着镜头拉近,我们得以看到这些大飞机的全貌,他们就是美国的国宝级轰炸机,B52远程战略轰炸机,绰号同温层堡垒,由波音公司研制,单机造价8400万美元。 诞生于1952年,距禁已有72年历史,但它的地位却不可撼动。 随着镜头拉远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军基地的全貌,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,占地83平方公里,是美国最重要的空军战略基地之一,不仅拥有美国最大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群,而且还有多架B2隐形轰炸机,仅仅是画面中的一小块区域,就至少有6架B52H轰炸机,并且值班时就在停机尾旁,随时可以紧急出动升空, 飞往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,只见一阵浓厉的黑烟,从发动机下方喷涌而出,机组成员成功启动发动机,一阵嗡嗡嗡的破空声,逐渐有小便打,直至响彻基地, B52H安装了8台由铺灰公司生产的TF33T三型涡扇发动机,8台引擎分为四辅,安装在发动机短舱里,每台发动机推力为7.7吨,8台可爆发出61.6吨的推力。 这次执行的是紧急出动任务,和实战没有什么区别,数十架B52H轰炸机将在15分钟内,完成从启动到升空的全部流程, 直见第一架B52H轰炸机准备就绪后,率先从停机尾中使出,其正面和侧面全貌,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眼前。 B52H轰炸机的机身全长48.5米,一展56米,高度为12.4米,相当于四层楼高,机面积370平方米,内部装载了大量杆料。 为了防止机翼过重而触地坠毁,B52H在两侧机翼下方各安装有一个支撑轮,由于智能化程度不高, 全机一共需要5人才能操纵,而B2仅需要2人救星。 第二架轰炸机也紧随其后十项起飞点,从画面中可以看到, 这架B52H机下方的支撑轮已经完全接触地面,这意味着是满油满弹起飞,其最大起飞重量为221.3吨,最大载油量为18万升,最大飞行速度仅有0.81马赫,最大航程却达到了惊人的16000公里。 跨周济飞行简直so easy,最多可携带31.5吨的弹药,是地毯轰炸的开创者。 紧接着,第三架B52H轰炸机也缓缓从停机位中划出,B52H不仅挂载能力极强,而且挂载种类位居美国三大轰炸机之首, 不管是核武器、巡航导弹或者是空地导弹、反舰导弹,B52H都能挂载航程远、载弹量大,维护简单并且性价比高, 这是B52轰炸机能成为美国国宝级轰炸机的关键原因。 而B52轰炸机预计还要服役到2050年,届时,它将成为一款百年轰炸机。 几分钟后,所有等待起飞的B52H轰炸机都已经来到了跑道上, 它们手尾相连,以大向漫步的方式在跑道上滑行,几乎一眼都望不到头, 这个场景真是太震撼了。 但这还远远不是B52轰炸机的全部,美国现阶段仍然服役有70架左右的B52H轰炸机, 如果它们全部出动,将一次性跨珠机投送2000万吨的弹药。 随着第一架B52H开始在跑道上滑行,八台发动机远远不断的输出动力, 跑道上弥漫着大量黑烟,该说不说,这个牌坊可真是一点都不环保。 滑行了约2000米后,飞行员操纵飞机缓缓离开地面开始爬升, 这个起飞姿态还是非常丝滑的,几乎没有任何侧倾或者摇晃。 紧接着,第二架B52H轰炸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滑行, 同样是在滑跑了约2000米后,这个大家伙平稳升空, 接着便是第三架,第四架,直指所有的轰炸机全部升空, 别的先不说,B52H轰炸机能够服役72年还不退役, 这本身就足够令人惊讶。